各位热爱体育的朋友请注意 香港运动员针对体育经费问题发生了 今天自由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 香港体育学院对运动员的支持力度不足 他们呼吁政府提高每月津贴 让运动员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训练和比赛 有趣的是 也有人提出运动员开拓其他收入来源的建议 例如到学校进行演讲或参与企业赞助的广告拍摄 这项调查于8月15日至26日期间进行 共收集了1000多名18岁及以上人士对体育经费的看法 数据显示运动员的薪酬存在巨大差距 奥运奖牌得主的收入是最低级别运动员的5倍以上 立法会议员李正强建议 应争取更多企业赞助和演讲机会 以提高运动员的收入 他还强调 退役后的职业发展也至关重要 敦促企业提供就业机会或奖资金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重要议题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飞业